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海发生着瑞士规模6.2的地震 而在5分钟之后 南投县府消防局就接到了通报说 一支6人的登山团体 他们行走在玉山主峰附近的时候 有5个人被落实给砸伤 其中有一名男子 他的右手疑似有骨折 另外一名男子的脊头部被砸伤 另外有3个人受到了轻伤 而现在5个人都可以自行走动 目前全队已经前往了排云山庄 来医治了并且等待救难人员 将他们接运下山 我找你